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個月又有魔靈召喚的新活動 而且非常精彩 第一件事要給大家看的 就是活動頁面的SWC2023世界總決賽 時間可以看到 11月4日 13時 便會正式開戰 賽事亦會全程進行轉播 一起看看最厲害的召喚師究竟是誰 進入這個頁面 亦可以看到很多獎勵 例如我們可以預測一下召喚師最厲害的 當這些召喚師勝利 完成我們的預測後 賽果亦公佈了 我們便可以獲得大量召喚券 大家可以看到 千萬不要錯過 另外 如果越多人看 大家便可以獲得更多獎勵 即是我們看完 SWC2023世界總決賽後 便會同步領獲獎勵 然後還有全新的魔靈 便可以看到更新紀念活動 我們可以召喚魔靈 便會獲得點數 然後點數越多 還可以獲得很多獎勵 例如召喚券 又或者體力 還有全新的魔靈 鬼怪公主 以及驅鬼犬的召喚書 即是我們可以隨機抽出水火風屬性 我們完成全新魔靈的成長任務後 還會有召喚書 例如我們看完 已經獲得召喚書 組合完五星暗鬼怪王 也會有召喚書 接著這些任務組 便會有十張召喚書 非常多 另外我們也可以組合新魔靈 大家可以看看 我現在去組合情報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鬼怪王 這是新的組合 接著還有鬼怪公主 以及驅鬼犬 所以大家不要錯過新的組合 如果本身有組成魔靈 快點組合新的魔靈 沒玩玩一下吧 既然新的魔靈 我們又試試抽不抽吧 先來一個10連抽 nah essa FROM których捲神竟 繼續 傀侶 apparently也是傀侶 我們也對方能付出耐genes 但是這隻還未有 再來10連抽 就要看這裡會不會變到閃震器吧 好 還未有 咦 爆閃 好 先看看 這隻是阿努比斯 四星 繼續 咦 又有了 好 還是四星的幻影神偷 還有一下爆閃 先看看 這隻是法師 好 再來三十年抽 看看是否合適 OK 大家可以看到 新魔靈召喚機率是在升級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這兩隻魔靈 就不要錯過了 我們抽完蛋 也要跟大家說說 每使用十張 就會送一張神秘召喚書 他也加了碼 剛才我們用了三十一張 現在我們可以拿三張 如果大家抽了很多神秘召喚書 記得進入這個活動 拿回神秘召喚書的優惠 來到最後 還有一個新活動 我們按進去就可以看到 這個SWC召喚書入手活動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的活動是到11月12日22.59分 這個活動其實是在11月4日的SWC 2023世界總決賽的一個活動頁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 有一個新的召喚書 就是SWC召喚書 我們可以自由地選擇 完四至五星的火水風屬性之後 就召喚隨機一隻魔靈 又或者隨機召喚一隻 完四星或者五星的光 或者暗屬性的魔靈 而我們玩這個活動 使用一個能量就會獲得1點的點數 使用一個次元黑洞的能量 會有5點的點數 挑戰世界競技場 或者競技場一次 有10點的點數 第一個活動 我們可以透過每天點數 去換一換我們的升級素材 以及體力 另外我們只需要進入一些頁面 也可以加點數加分 大家記得進入這個頁面 把分數全部取得 最後我們可以換到什麼呢 就是可以換到SWC召喚書 另外還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例如XP Up 又或者轉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最後獲得8000分之後 每額外獲得250的時候 即是點數 就會發放能量給你的 即是體力 所以這個紀念SWC 2023世界總決賽 這幾個活動 千萬不要錯過 還有大家記得11月4日下午1時 就可以看到SWC 2023世界總決賽 好了 今天的活動 先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兄弟們 看到這裡 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可以按下加入會員 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朋友 讓他們不要錯過遊戲資訊 你們說再見 大家可以按按摩 我們躲得 賽亞 大家可以按摩 什麼 摩擂 開始 roam Jenn wealth 開